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天决定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一半奖金授予阿瑟·阿什金 表彰其发明光学镊子及其在生物系统中的应用 另一半奖金由热拉尔穆鲁和唐纳·斯特里兰德共享 表彰他们发现产生高强度超短光脉冲的方法 美国科学家阿瑟·阿什金发明了所谓的光学镊子 可以用光学产生的辐射压力移动物体 法国科学家穆鲁和加拿大科学家斯特里兰德 发明的产生高强度超短光脉冲的新方法 可以用于视力矫正手术等实际操作 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将分别于星期三和星期五揭晓 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下周一揭晓 诺贝尔基金会决定 由于此前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次性侵丑闻 今年将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的奖金为110万美元 VOA卫视新闻报道